原來全港最貴的公賞是出自法國一間影識的香港分店 成為4000元三款 我們就拿去有很多本地名人幫姓的老牌影樓 李之華給主理人點評 他就不太讚好了 日本人很不一樣的樣子 他的眼睛很厲害 撿小一點就好看 我們總是測試眼袋 很多人都不想拿眼袋和照片 所以我不肯定是下跌 很像他人 拍照說很像 一不像就沒有了味道 或者有些很漂亮的雨 剛才的照片就不值4000元 陳伯就立即打燈擺位 用舊式的菲林機 幫記者拍了一輯公賞 等了十幾天終於都有照片 不知發過這間影室就撿了 我喜歡你笑的 很棒 很享受 很簡單 我認為是很健康 很健康 可能是我的顏色和調色 可能是不適合 我認為是不適合專業用 你們不要爭辯了 為了增加實用性 我們再試60元的港鐵快相機 混入照片中 不開股價錢 讓HR專家選擇 到底是外國、本地薑 還是經濟之選勝出呢 其實這張照片 好像比較專業 例如頭髮或襲衣 都會撿得比較好 相對來說 清晰程度是很高的 但問題是 HR每一天都會收到很多份親信表 所以我們通常看照片是1,001 一秒 給出甚麼感覺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為何我會選這張照片呢 因為拍照的笑容是比較寬容 是比較可親 所以我一看下去 就會覺得 這個比較感覺良好 可能是因為4,000元那張太大牌場 反而會令人有點緊張和不自然 可能要多光顧多次才習慣 而欠100元那張雖然是one man band 沒有那麼細緻 但200元會不停跟客人聊天 令記者的笑容更自然 至於港鐵的快相機就完全失敗了 此自拍多過件工相 只不過哪些行業才最有需要 把件工相放在CV上呢 就是選擇那個申請人 和這個職位能夠對口 這樣他就視為最好 譬如說 譬如說 銀行那些 特別是對客那些 通常就是 特別是金融系列 他們就要求申請人 比較sharp 比較醒目一些 所以如果我看照片 就會覺得這個人很sharp 很醒目 我就會覺得他適合這份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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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